在總統府只剩兩種人 一種是把蔡英文圍在裡面的 拨拨踏踏踏的 怕的受傷的人 另外一種就是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千萬不要改 為什麼 我拿到好錯了 改了我怎麼辦 開玩笑 林權 我覺得林權根本沒有搞清楚状況 我再強調一次 這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是湊出來的 它不是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計畫 它是地方合格引耳之湊出來的東西 我如果這樣湊法的話 我跟你講我們中華民國 第一條高速公路應該是歪的 因為你要到這邊 你要這邊蓋來蓋去 你知道而且林泉話很好笑 他說沒有一次 要把預算八年編定完 最多一次編兩年 會定期檢討志賢 你就這個話好不好笑 軌道蓋一半說 感覺怪怪 檢討不要了 放的 把它拆拆回收嗎 請問一下這是 我跟你講林泉從頭到尾 都沒有搞清楚任何狀況 對不起 我最後要講王定宇 王定宇那種說法就是 你要知道 天龍國可以去捷運 去軌道 我們都不行 高雄捷運不就這麼來的嗎 這個我們委員住高雄 高雄捷運現在情況 難道不是虧掉 連公司都要倒掉了 雖然徵收以後就幫助什麼 幫助地主再去炒地皮 就是有錢的人更有錢 你年輕的人更難買到房子 你很奇怪 你選錢一再說 要建這個大量的公民住宅 對不對 選後這些為什麼 這些特別預算 花後代子孫的錢 沒有把錢投進這個公共住宅 你甚至對年輕人的照顧 你對老人的照顧 都沒有增加 你說我們這個社會福利的部分 完全沒有在你這個前瞻顯現 你這個前瞻計畫 只會加深社會貧富的 一個差距而已 我再講一下 北捷一天的運量是204萬人次 而且他是平日通勤的人 比假日做的人多 好 高捷一天16到18萬人次 剛剛好相反 他是觀光人潮放假的時候 大家就去做高捷 到那些沿線的這些百貨公司去玩 所以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民進黨政府你能不能回答我 基本上今天在你所有要鋪這個 輕軌的路段 為什麼不能先評量一下 能不能用BRT 因為BRT很簡單 他的機電跟耗製系統 都不需要額外去發包 不需要去圖利給日本人 當今天你的BRT系統 你的公車路網都不夠完整的時候 請問你把錢砸進這些輕軌 你不是要害死這些後代子孫嗎 MING PAO TORONTO